高雄猛腹 強如小孩 驚險30小時獲救 出獄後 遲刀殺妻 竟再度搶走大女兒 深山巡獲兩人昏迷 妻小皆送醫不治 手腕把紅線撿小黃人 狠嗆利鬼鎖命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狠副李鴻基 仇殺妻小案 歼17環明清楚拍到 理性男子開著妻子的白色轎車 從工廠出來右轉 因為前方無路可走 趕緊掉頭 而她的妻子 不願意讓她 載走兩名女兒企圖攔車 你車上把小孩跟車載 要走還載車要把她摸摸 車上往你的脖子 然後車上身體的脖子 所以要同歸於盡 可不可以後悔 為什麼要把小朋友帶走 低著頭不乏一語 就是這名恐怖父親 搶走兩名女兒 留下紙條企圖親身 嚇壞家人 上午7點51分 母親開著黑色轎車 載著兩名寶貝女兒 前往幼稚園 理性嫌犯開車逼近 突然一個劍步 抱走大女兒 雙方展開搶人大戰 老師見撞 趕緊抱走小女兒 母親也飛奔過去搶人 以正混亂拉扯 其中老師一把 抓住女童的手 無奈就在快要成功的時候 嫌犯拿出預藏好的藍波刀 威脅大家不要靠近 接著砍殺前妻胸口四刀 大女兒嚇得逃走 被嫌犯一路抓走 抱回車上 老師追上去求嫌犯放人 嫌犯開車揚長而去 而小女兒則受到不小驚嚇 跟他抱抱好像比較不熟悉 因為他可能有三次的經驗 他都把它當成壞人 補充了 救護車的行車記錄器拍到 刺殺前妻的理性男子行凶後 竟然帶著大女兒邊開車邊燒炭 整個人昏昏沉沉 導致轎車擦轉護欄 消防隊員趕到時緊急破窗救人 小女童已經中毒昏迷 除了衣服跟小女童的玩具外 竟然還有兩張用黃紙剪成的紙人 上頭還寫上了 利鬼索密 不得好死相當偏激 另外警方還透露破窗後發現 婦女兩個人的手上 都還綁著紅紙線 導致下線現在推出 專屬節目YP頻道 只要出入52老Z 或者是52OZ就能找到 在這裡你會看到 燒腦難解的詭異懸案 直擊害人的都會慘劇 不分皮膚的愛恨情仇 還有被點上的奇葩判決 震撼眼球的離奇事件 奇葩異事 未來都在這 由我第一代理此命 現在動動手指 按下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起進入最真實的 命案現場